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香港早晨 早晨 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這一節說什麼呢 這一節現在才說各大報章的頭版 其實今天很多報章的頭版都是這件事 包括三份的報章 只有三份嗎? 我剛剛說有很多份 你撲我冷水 阿基你已經整天沒有說話 你一說就給我冷水 很多是三份 也有幾份 無三不成幾 那你說幾份就算夠數 那你是三份 我說很多 你就要配合說很多 但做人最重要是正正 你也對的 但你就不要說是 他說是 基本上是三份 你應該說不是 只有三份而已 OK 我還有一個 有幾份都有說的 包括你的太陽 那就不正直了 OK了 只有三份 包括太陽 蘋果和這個頭條 就是關於石屎的藏屍案 其中一份還要是太陽 是的 快要整理 是的 什麼時候整理 太陽 明天 明天整理 明天整理 跟阿士一起整理 是啊 真是奇兩怪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魚人之類 不過是真的 東方已經炒了很多人 東方已經炒了很多人 好了,繼續 OK 其實就是在說水泥藏屍案 就是牆傷屍首 陷入牆裡面 這個不是我作出來的 我昨天看到一些 我昨天看到一些 有些人在新聞的留言說 然後呢 為什麼呢 就是關於荃灣公廈 一個恐怖的石屎藏屍案 證實了死者 是28歲的 失蹤男子 已經失蹤了超過三個星期了 前天警方接獲了一個線報 上門去到荃灣公廈 DAN SIX 對 DAN SIX 的公廈 發現了這個屍體 什麼SIX DAN SIX DAN SIX是什麼 是一個公廈 OK 然後呢 死者叫張萬里 28歲 無業 家住北角 被發現的時候 這個屍體被石屍封了 在木箱裡面 屍體已經嚴重腐爛了 容貌也難以辨認 警方根據死者 即那個失蹤的張萬里 這個衣著 跟那個失蹤人物吻合 判定他就疑似是一個死者 也知道有一個疑問 就是訓練一下讀報紙 記屍尿尾 你做了多久 你做了很長時間 訓練一下讀報紙 很簡單地說一宗新聞 最初就是源自一宗失蹤案 有一個男子失蹤 調查這個失蹤案 就好像是她女朋友報警 3月4日失蹤 她女朋友兩天之後 3月6日報警 那已經查了一段時間 然後根據手提電話訊號的位置 是不是手提電話訊號的位置 塗上失蹤了這個人的電話通話記錄 最後他打給一個朋友 然後找那個朋友 那個朋友租了荃灣的單位 其實應該是有一群人的 有幾個人一起在那裡 現在涉嫌 警方方面認為最少有8個人會涉案 當中其實到現在為止已經拘捕了5個人 但是那個疑空即殺人的兇手 那個疑空現在據報是拿藏在台灣 但是由於香港和台灣之間沒有一個引渡條例 所以警方暫時未能夠拘捕那位疑空 而其餘那5位被捕人士 現在以串謀謀殺 非法處理屍體和知情不保等等的罪名拘捕了他們 那警察 我看新聞說 警察因為剛才我們說到調查那個 最後打出了電話 發現了他朋友的住所 就是現在涉案的公下 然後上去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地方用木板圍著 是惡臭的 然後拆了木板後發現有一塊水泥在裡面 裡面有臭味 然後撮開了水泥發現藍絲在裡面 也是相當可報的一個情境 屍體已經是屍體腐爛了 怎樣去辨識呢 其實暫時都是懷疑的 但應該也是的 那就是通過那個衣著 就是跟那個失蹤的人 男子是一樣的 好了 然後現在懷疑涉案的 正如剛才日朗所說 總共有8個人 現在有約5個 然後其中一個主犯懷疑在台灣 暫時還不知道怎樣處理 好了 那就是講回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這樣 很嚇人聘聞 大家都很震驚 嘩大哥 怎樣搞呢 最震驚的地方就是怎樣居住 這麼臭 你是不是埋了水泥之後 你覺得會不臭 其實是會臭的 是一樣會臭的 還要是兩個多星期了 兩個多星期了 人都瘋了 而他是在這裡居住的 他還在這裡居住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如果租運就說穿了去台灣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穿了草 所以警察去到的時候 他說這間是空的屋 哦 即是現在沒有人在那裡居住 沒有人在那裡居住 這樣也比較合理 那根據什麼線索 去抓到其他人呢 按報紙的說法 就是警察 因為他失蹤了 就問他的朋友 問到有一個 有一個就說 我收到一個朋友的WhatsApp 就說他殺了人 要再去台灣 於是警察就去查 這個人的電話紀錄 就發現 就是剛剛說的 他最後打電話 就去打給這個人 這個人租了草灣這個地方 於是他就去這個單位找 那如果根據這個線索 涉案就只有單位的那個人 然後他們再看白露電視 他們發現事後 首先他們找到同一個衣著的人 進去之後沒有出來 然後他再看白露電視 就看到這班朋友 他們是有拿木板 有拿水泥進去的 群策群 就這樣做這件事 但是現在暫時是因為殺人 到現在都只不過說 死者有借錢給這個屋主 報紙就寫不是借很多 借多少呢 沒有實際的數字 但是他寫小額 小額 即是可能幾筆東西 然後他就追債了 因為現在頭版也是這樣寫 就是上滿追債 就是上滿追債 然後追債不成 反而就遇害那些 好了 之前大家鬧哄哄地討論 這個台灣 這個斬殺女童的事件 也扣容之前那個鄭英哲的事件 然後我想說 之前我見到很多人都說 台灣不安全 台灣也不知為何會流流這麼亂 你想想香港很好嗎 借少少錢會死在水泥裏面 這個真的是水泥隊出動 真的是出動水泥隊 真的是洞進水泥道 還有是洞進水泥道應該扔進海 怎會放在一間屋裏面 我真的不明白 我想說其實我每次看到這些新聞 我都是很不理解的 很不理解的 譬如我之前有一集節目 我也講過類似的話題 究竟是要多麼深厚的友情 才可以一起去處理屍體 我是理解到會殺人的 我是理解到會殺人的 因為人是有空暴的一面 人是有暴淚的一面 人是有動物性的 人是會上頭的 是會上腦的 是會忽然之間 就是人會精神失常 其實人是危險的 人是危險的 人是會忽然之間失控 有爆發的 或者是 吵架推一推你 你撞過去 然後撞死了 也不奇怪的 但是你看到的事情 現在是屍體八個人 現在是屍體八個人 八個人 上頭去處理屍體 八個人不是每個人都有份殺的 有些人知情一帶不報 不像只有兩個男性 就懷疑是有份殺的 當日看閉路電視 這個死者就連同有兩個男性 就進入大廈 但是之後出發 就只有兩個男性出發 懷疑當時已經是遇害了 然後再有另一班人就進去 又有木板 又有水泥 等等 我是不能夠理解 幫忙處理屍體 這件事的 是 我真的跟所有的朋友說定 我不會幫你處理屍體的 你不要再問我 雖然你要看到 你千萬不要以為 要求和人達出劍 說斬二五滅毒灰 他一定不會毒你灰 我正在說社運而已 我正在說社運而已 你不要誤會 你殺了別人 你真的不要WhatsApp 真的千萬不要 日六你記住了 記住了 日浪如果你選不到編委 各樣東西 在城大有什麼爭執 你不要 出了什麼事 你不要想 不如找黃先生幫幫手 你不要找我幫手 我沒有辦法理解 幫別人處理屍體 究竟多深厚的感情 才可以幫別人處理屍體 因為我之前有一些節目有說過 之前好像是碎屍案 幫忙斬 有雪櫃 沒有份做的 你說劏父母那個 我忘記了 但我同樣令到疑惑的地方 也是同樣的 精神異常 一時衝動 或者衝突的時候 壽性大發 甚至乎是 我解釋到那件事 我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你神志清醒 你神志清醒 你清晰 你情緒失控去殺人 我明白 情緒失控去埋屍 可能他們會覺得 反正都拘捕我不了 不是吧 不守得不避保 反正我又不是殺那個 不關我的事 我不是水泥 我幫他運水泥上去 那麼笨 不知道 不是那麼笨 柏洋你最喜歡幫朋友 你會不會幫朋友埋屍 我怕基督徒來的 我會跟他說 不如你自首吧 可能會不會看見面 我怕自己幫他埋屍 你用了水泥的話 當然會扔進海 我剛才跟探仔研究 探仔說 當然是刮開它之後 再逐件逐件扔進海 這樣 我就說 沒理由放在自己家 實在發現 那即是你會幫手 對 看看是誰 即是你會幫手 即是你會有考慮 你起碼講一個方法 黃先生你小心點 如果我會被人發併方法 我會參加 首先第一件事 你真的不要找我 到時都出來 我現在公開講定 那時候不是笨灰 我怕你遇害 我大意滅親 我再說一次 斬二五滅笨灰 是限於蛇魂 是限於抗爭 是限於抗爭和革命 私人姻願就不關事 你怎麼借了幾萬元的東西 就被人堆壞了 喂 你想什麼 我真的 你不要搞了我 我會主張判你死刑 你知道嗎 穿了關公衫去埋屍 我會變成 我會變成現在的台灣民眾 這樣處死吧 不要廢死 不應該廢死 連助法 但你會考慮的 為什麼會考慮呢 看看死的那個是誰 就只有一個 假設如果那個是 即是那個人該死的 是叫做振英的 有得想 如果去到這些位置 那那個是社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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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革命 那個是革命的層面 那如果那個是社運 如果那個不是叫振英 那個已經是革命 那個已經是革命的層面 那個 美國也會援助你 去這樣的一個地方 是不是 不要說到那麼極極 那不行 不是 你很猶豫 哈哈 你很猶豫 看看殺人那個是誰 是嗎 看看友誼夠不夠深厚 去到多深厚 友誼會幫他埋屍呢 假設我真的幫他埋屍 我會跟他一起走 是嗎 我不會像另外七個人 那個人去了台灣 中留在香港 如果我是做的 就像其他一樣 跟他一起去台灣 是嗎 那當然 如果是這樣 那個兇手已經是女生 是不是合理一點點 哈哈 哈哈 就是做兵做到 哈哈 真的打仗的兵 真的打仗的兵 就是殺人的兵 這個可以用來做表白的 這個可以用來做表白的 我很喜歡你 你有多麼喜歡 我可以為你埋屍 哈哈 那這個可以表白我 這個可以表白我 是不是 好感動啊 是不是 他最多就是買一輛車給你 我可以幫你 堆壞他 然後幫你埋屍 求婚也可以 你想我多麼愛你 好像韓劇有的 嘩 這些真是離譜了 我逐個問問你們 阿康你會不會幫人埋屍 我不會 你不會的 你會不會督灰呢 督灰啊 你會不會舉報他 如果他告訴我 我想我也會的 你會想你也會的 是啊 因為我也是領的 如果他被人抓了的話 是啊 我也是知情不報的 是啊 我可能怕死的 所以都是督灰穩困 是嗎 是啊 搞錯 阿基呢 我怕不會幫他埋屍 不過督灰來說就難說 看實際情況 那變成頒獎呢 不就是難說 看看實際情況 假設頒獎隊倒了阿薯 嘩 這樣 現在頒獎隊倒了阿薯 那我向你督灰 跟著就打給你 你不要告訴我 你又不告訴你 你不要告訴我 我會約你們在一個地方 跟著之後 有些直升機的射燈射 在美羅買了一條絲 你不要告訴我 那就跟力總說吧 什麼都關他的事 你不是應該會發脾氣嗎 為什麼不怨我 湯阿薯 不用幫忙 湯阿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督灰來說就很難 賣屍一定是不可能的 幫忙 你所說 很深厚的感情志 會願意是明明這件事 不關自己的事 甚至未必是牽涉前日糾紛其中的 有什麼理由會做到這樣呢 但是督灰又是難說的 我都不敢保證會 或者不會督灰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處理的 你是知道那件事 你會天天都想著 班長是打倒了阿薯 不是 打倒了阿薯 兩星期三次都會有一個人 你還要回來退咪 當我沒有這件事 今天是三次咪 即是怎樣處理呢 我是不能夠理解的 日朗剛才那個說法 可能是最能夠解釋到那件事 那個情緒 就是說 按照計我沒事的 我只不過幫他推一下水泥 小心一點 不要碰到他的皮膚組織 就想到很像小孩 要戴手套 發光者手指紋 只要在屎上沒有我的指紋沒事的 也挺好玩的 殺人是他而已 他又不知有罪叫非法處理屍體 除非他去到蠢到這樣的地步 但是不是真的可以蠢到這樣的地步 可能他們年紀都是二十一和十六歲 不過這個又不關年紀的事 是啊 還有十六至二十一歲 是 即是你一個十六歲的人 參與過這個賣屍殺人 即是怎樣搞這個人生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我完全理解不到 我評論這個題目 喂 你知道最理解不到的地方是什麼 我評論這個題目已經評論了幾次了 都是這樣發生的 這些同類的事件是發生了幾次的 幫忙消失 幫忙碎屍 幫忙去捧別人進去水泥 是 我從全部都 即是你說 喂 你也有份的 過來一起做 那我都叫做 都理解發生了幾次 都推到 劇情的戲鬼都推到 喂 幫幫忙啊 我們這麼有朋友 賣屍啊 那些劇本會不會寫這些劇情的呢 什麼 那些劇本會不會寫這些劇情的呢 就是找個朋友賣屍 是不是比較少一點的 不是 即是等於美劇而已 即是等於早前很Hit的美劇 是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那他們就是講一群人 處理屍體和賣屍 但是整個橋段寫出來 都是多或少是有份的 那件事才能說得通的嘛 有哪一個是只幫忙的呢 沒有一個是只幫忙的 其實他們是有份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不是你說只幫忙 看來是你沒辦法 他們這樣推不賭的 就不會成為受歡迎的美劇了 對不對 就是 我不能明白 為什麼可以評論同樣的事情 評論了幾次 人類種是要犯同樣的錯誤 去到水烏傳那些年代 那些小說才會這樣 就是你殺了人 然後那些兄弟過來幫你 好 我幫你解釋他 你快點走吧 那那個社會文化 還有道德價值 還有那個法律的狀況不同 那個年代那種的殺了人 只不過是 嘿 你又賭死了東西 是 就是這樣而已 對 現代文明社會殺了那些人 不同 不論同 戰亂的時候殺了人 你這麼不小心的 你最後 在打仗 你士兵少一個就死一個就少一個 這樣磨刀磨死了一個同僚都有 你現在不是那個年代嘛 大哥 我現在在說現代文明社會嘛 所以我是沒辦法理解的 休息一下